这个荣性啊来源并不上太多 所以这个性现在有两个念法 这个阳性啊来源非常复杂 敬请关注前文中几独百家性 荣 翁 寻 阳 我是做策划工作的 其实这个很多人 但寻这个性实在是很少见 说到这荣性呢 生活中并不多见 但是这个性呢我还是很熟悉 翁这个姓氏在中国是一个很古老 又非常罕见的姓氏 现在有很多种传说是关于他的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寻姓的历史名人我不知道其他 只知道三国里有个小寻遇的 关于这个阳性吧 大家肯定第一时间会想听那个阳子 就是牧翼啊 关于阳家将呀 阳开会呀 南正宁这些名人 但是关于动物这个阳 就是说我们也不太清楚 希望专家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阳字的来源 以及有什么背景故事吗 敬请关注前文中几独百家性 荣 翁 寻 阳 这个荣性啊来源并不算太多 主要有啊 第一个来源是在远古的皇帝时代 有一位音乐家叫荣元 他曾经啊奉皇帝之命 和人一块儿铸造了十二个童中 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乐器 这咱们都知道 这个说法是传说 但是屡是春秋里边都有提到 所以它还是一个很早就形成的传说 荣元就被大家视作是荣性的始祖 这一支荣性的望主 出自哪里 出自上古 上古这个地方始建于燕昭王二十九年 换句话说 那是公元前二百八十三年左右 上古郡这个地名就有了 上古郡大致相当于今天 张家口宣化曲那一代 这是荣姓的一个望主 上古荣氏 这是第一个来源 第二个来源 以十亿的地名为姓 古籍当中也有记载 周成王有一个亲氏 也就是他底下有个臣子 受封于荣义 那么这个地方大致相当于 今天河南省贡献这一代 这个人封在那里以后 他就称为荣伯 以地名为姓了 那么他的子子孙孙也姓荣 第三支来源 是清朝的时候 大量的满族人 用荣作为自己的汉姓 那这个荣是一个非常好的字呀 所以很多兄弟民族 在取汉姓的时候 不约而同的取了这个荣姓 荣姓 在历史上 起源于大致今天张家口这一代 起源于大致今天河南拱县这一代 但是不久以后 他们就在山东问上 这样一个地方 问上现在是山东 山东的一个城市了 在这里聚居 形成一个古老的家族 不过 他的迁徙情况 迁徙的路线 并不太清楚 到了今天 哪个省荣姓最多 可能大家都想不到 因为后来有名的荣氏家族 不在那个地方 今天吉林省荣姓最多 这一个省 占了全国荣姓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一看吉林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当地的荣姓里边 应该有很多是满族 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荣姓 荣氏的杰出子弟啊 在历史上啊 层出不穷 他并不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姓 不是一个大姓 但是出的人才非常多 比较早的有荣启七 春秋时期的一个著名的学者 据说孔子游泰山 孔子到泰山去游玩 看到荣启七啊 路求带树 鼓琴而歌 当时的古人嘛 穿着这个鹿皮的衣服 鼓着琴 一面这个歌唱 那么孔子就问他了 为何而乐啊 但这个字也可以念乐 对吧 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啊 你也可以说 你为什么要在这边奏乐啊 荣启七的回答 非常有名 荣启七回答 我乐最多 什么呢 我的快乐最多了 为什么呢 天生万物 人为贵 我得为人一乐也 老天养育了那么多 这个动物植物啊 好多东西 但是人是最贵的 人为贵 最尊贵 我你看是人吧 所以第一乐 高兴吧 第二 男女之别 男尊女卑 我得为男 二乐也 这个是传统的一种思想 在今天不能再提倡了啊 但在传统当中是这么看的 说你看男尊女卑 男的排在女的前头 这是传统中国 再讲到一遍 今天不行了啊 今天男女平等 那么我呢 你看命好 我还是一男的 所以我有第二乐 好 第三乐是什么呢 人生有不见日月 不面前包者 我行年九十一三乐也 说人啊 很多人啊 还有一些就 没长成人 就夭折了的 就寿命很短的 你看我九 我马上要九十岁了 那么这龙启骑是一位老寿星了 所以三乐也 你看这高兴吧 我有第三个高兴 贫者是之常 死者人之中 居常以待中何不乐耶 他说贫者是 士大富 贫者就是说不是那种特别富贵 不是特别有钱 清贫是士大富的常态 死者人之中 人啊 最终总会要死大 人到最后 都是要面临死亡的 居常以待中 你看我平时的生活很清贫 很简单 不复杂 完了 我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之中 很平静的 等待死亡 等待这个生命的终结 何不乐耶 我凭什么不高兴啊 孔子听后表示佩服 佩服 荣幸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因为这个姓很有名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他好像排名应该比较靠前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 在1987年人口统计的时候 荣幸只不过排在第285位 2006年 他上升到277位 整个的人口数 20万左右 所以从人口数上来讲 荣幸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姓氏 汪这个姓 我觉得应该是个挺古老的姓了 汪 老头嘛 是吧 开个玩笑了 我觉得这个姓应该挺少见的 但是呢 姓这个姓呢 好像也挺多 提到这个汪姓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 我的朋友也比较少 姓氓的呢 仅仅是有一位同学啊 后来呢 针对这个姓是探讨过 上网查找过 才知道 有个汪姓的由来 其中有一条是周章王的一个数字 姓氓 那么这个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还有别的姓 改成这个汪姓的呢 我想还上专家给大家讲讲吧 这个汪姓 首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它的念法很有意思 现在大家看到都念瘟 不会念别的 但是今天 内蒙古 乌兰查部 就在这个地方 只有在内蒙古的乌兰查部 那一片有几个村庄 他也信这个姓 但是他告诉你 我这个姓不念瘟 念什么 念功 还有一种读法 他们说我这样念功 跟南方的瘟姓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是走西口来到这里的 我们知道过去在东边一点 山东那边是闯关东 而西边一点 稍微西边一点走西口 我们是走西口来的 我们姓功 所以这个姓 现在有两个念法 绝大部分念瘟 在内蒙古 乌兰查部那一带 念功 这个跟大家要说明一下 瘟姓的来源 也不算太复杂 第一个来源 来源于四姓 是上古的时候 夏朝有一个贵族 叫瘟难乙 那么相传 这是瘟姓最古老的祖先 因为在历史上 以这个制作姓的 他是第一个 夏代的人 夏朝的人 叫瘟难乙 这是一个来源 第二个来源 来源于姬姓 是西周的时候 周遭王的树子 生下来的时候 两手紧握 握这个拳头 我们知道孩子生下来 有好多握拳头的 旁边人去掰 怎么也掰不开 好像赚着一个宝贝 周遭王亲自过去掰 他大概知道 我爸来掰了 老爹来掰了 得给点面子 所以手一下就松开了 据说这个孩子 左手有一个纹路 他这个掌纹 像弓 像翁上面那个 右手的掌纹 像鱼 就下面那个 所以周遭王一看 我赐你一个姓 因为他是姬姓 来自于姬姓 我赐你一个姓 姓瘟 所以他这一支的后代 周遭王 树子 他的后代 就一直姓瘟 那么也被瘟氏 认为是瘟氏始祖 瘟氏始祖 这个也到今天也有三千多年了 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氏 第三个源流 源于姬姓 也是周遭王的一个树子 就不是地初的一个儿子 他的菜意在瘟山 封在瘟山 瘟山这个地方 相当于今天哪里呢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浙江定感 还有一种说法非常遥远 在广东瘟源 大家想想这差很远了 对吧 那么说 这一支的后裔子孙 因为封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以地名 以菜意的地名 作为自己的姓氏 也姓瘟 那么和那个两手握着拳头 这个孩子啊 都姓瘟 他们的后代 但是得姓的缘由不一样 第四个来源 瘟姓很特别 在瘟姓的姓氏发展史上 我们发现 改姓的情况特别多 就其他姓氏改进来 改成瘟的情况特别多 这个相当复杂了 第五个来源 兄弟民族 用瘟作为自己的汉姓 特别是两大兄弟民族当中 用的比较多 一个是满族 一个是蒙古族 这两个兄弟民族当中的 瘟姓的人数啊 还相当的不少 瘟姓的迁徙线路 也不太清楚 从历史上看 北方的瘟姓不显 什么意思呢 就是北方的瘟姓 好像在史籍上 我们可以查到的 这个著名人物啊 不太多 主要是南方的瘟姓 屡见于史籍 瘟姓的望主 居住在前堂 也就是今天浙江航线那一带 这是一支望主 还有一支望主 是福建蒲田 足萧庄 那么在福建蒲田 大家看 他两支望主都在南方 江南各地的瘟姓 都出于同源 他们都认 只要是江南各地的瘟姓 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 这个呢 大概在历史上 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踪迹的 从瘟氏公认的始祖开始排 排到第十八代 有一个人叫瘟田 这个人的时间是晋朝末年 碰到了五湖之乱 他当时他当官是冀州刺史 瘟田当了这个官 他呢就带着一家老小 当时都是一个家族 随着晋朝的皇帝 渡过长江 落吉建业 也就是把吉冠 落在了今天的南京 这个就是南迁之主 江南所有的瘟氏 以瘟田为南迁之主 他呢一共有四个儿子 其中第二个儿子 瘟干 是台湾安妻瘟氏的始祖 台湾保存的这个家谱 所以呢 对瘟田四个儿子怎么分的 我们到现在还是基本上 可以判断的 现在我们看到 今天的湖南 湖北 贵州 福建 广东 广西 江西 浙江 江苏 台湾各地的瘟氏 都可以从瘟田开始 找到他们分支散业的痕迹 所以我们讲 江南的瘟氏 出于同源 我们知道 光绪皇帝的老师 就是瘟姓 瘟同和 瘟姓 这个瘟姓这一支 这是常俗瘟氏 江苏常俗的 常俗的瘟氏故居啊 今天还在 坐落在常俗老城区的瘟家巷 那一代 因为瘟氏家族四代住在那里 所以他就形成一条巷子 这个宅子始建于明代的洪志郑德年间 有两朝帝师 温通和的父亲 他的父亲也是个大官 体仁阁大学士 温兴存 在清朝道光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1833年 他买下来的 温兴存把他买下来的 他本人也是大学士 那也是官居极品的啊 当时买下来是为了让老太夫人啊 能够移养天年 这个宅子到今天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好 整体建筑比较完整的 明清 巨生住在 巨大的声势 官生 因为你看温兴存是大学士 他的儿子又是官居极品 好几代这样啊 特别是这个温兴存 和他的儿子温通和啊 都特别喜欢藏树 都非常风雅 所以呢 延续了六代 温氏藏书 就始于温兴存 他开始大量的买书 一直延续了六代 这批书 后来由于中国现代史的动荡啊 这批书后来被他的后代 有一部分带到了美国 前不久啊 由这个上海图书馆 2000年的时候 出资 把他买下来 重新回到了祖国 陆长 上海图书馆 那么温氏六代藏书 里边有很多 学人仰望 而不知己存否的善本 什么意思啊 就学人都知道 看到历史上记载 这个孤本 这个善本还在 但是都没见过 因为后来一直被 带到境外去了 被温兴存 和文童和的后人 那么现在重新回归 中国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喜事 在读书界 在中国这种古籍界 都是非常让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温氏六代藏书 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 这个尊敬的 这样的一种世家的藏书传统 温信 在1987年的时候 排在第177位 到2006年 略有上升 排在第159位 人口总数啊 大概80万多一点 这是温信的排名情况 这个尊敬啊 在历史上可太有名了 那最有名的就是 历史上的大思想家 尊晃 这个历史上的韩非呀 跟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我是一名高中生 对于尊这个性 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但我知道一个人 他就是尊玉 尊玉清秀通雅 有王左之锋 他是三国时期 曹操统一北方的手机谋成和工程 不过这个寻信啊 在现代社会就比较少见了 我做这么多年律师 接触这么多人 到现在一个姓寻的 我都没接触上 关于寻信的起源 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希望老师能理解 请继续收看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荣 翁 寻 阳 寻 它的源流 主要有四个源流 那有四个来源 那有四个来源 元流一 它是非常古老的姓 因为相传皇帝有二十五个儿子 一共有十二姓 就这二十五个儿子 皇帝赐了十二个姓 分姓十二姓 而这十二个姓当中就有寻信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是最古老的一批姓氏当中的 元流二 皇帝时候 还有个大臣 当然要在皇帝以后了 就那个时代 我们只能说 有个大臣叫寻使 是一个心灵啊 手巧的这么一位 今天讲的手艺人 或者讲这个公义大师 他专门负责什么呢 负责制作大小官员的官帽 寻使 所以寻信有一个堂号很有意思 叫做灌堂 做帽子 那么用这个堂号的 就表明 这一支的寻使子孙 是认寻使 作为自己的始祖 这是第二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 出自姬姓 以国名为始 周温王的第十七个儿子 被封在古巡国 这个巡是上巡下巡的巡 加一个义字旁 是这样的一个字 那么后来 这个国家被晋国所灭 他的子孙就以巡为姓 最早是写成这个巡 后来把义字旁去掉 因为国家灭了嘛 然后这个巡呢 又加了一个草字头 也姓这个巡 这是第三个来源 第四个来源 是晋国时候 有一个大夫 叫袁世安 袁世安这个大夫啊 还蛮重要的 从他那里 发展出好几个姓氏 我们后面会讲 这一支 后来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草子 这大家都知道 先秦诸子里边地位非常高的 一位思想家 一位学者 草子之后 又出了草士巴龙 就是他有八个人 都特别厉害 号称龙相之才 这一支 到了汉宣帝的时候 因为汉宣帝名字当中 有一个巡字 巡问的巡 就是我巡问一下 知巡的巡 但是因为这两个字同音 所以要避讳 所以这一支的巡 有很多改成的姓孙 孙和巡 在古音比较近 但是不完全一样 那么因为 毕皇帝的会 改成了孙 后来年代又 又往下走了以后 很多姓孙的 又改回了巡 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孙 并没有改回巡 春秋时期 巡 主要在今天 山西那一带活动 繁衍 那么晋国在当时 出现了一些势力 巡 巡 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慢慢的 在西北 比如山西 陕西 这一带搬迁 搬迁 所以在古代 巡姓的望族 基本出自河内 河内巡氏 是他的郡望 从巡氏 后来又分出好几支 比如 一个巡氏了 第二个 中巡氏 这是个复兴 现在还有 但是非常罕见 也是从巡氏分出来的 比如 智氏 智慧的智 这个人很有智慧 这也是个罕见姓氏 但是也是巡氏 分出来的 那么巡姓 后来在历史上 怎么迁徙的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 反正和别的姓氏 反正和别的姓氏一样 到今天为止 中国文化几千年了 巡氏也是遍布全国 巡姓出的人物 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前面提到巡子 他的名字叫旷 也叫巡旷 是战国时期 重要的思想家 教育家 他是赵国人 他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 第一 提出了人定圣天的思想 这个在过去 我们认为 人要征服自然 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 在过去 大家对巡旨 人定圣天的思想 非常推崇 无条件的推崇 当然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大家更倡导的是 人和自然 和谐共存 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 当然人定圣天这个思想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思想 同时巡旨和孟子不一样 孟子认为人性比较善 人性比较趋向于善 或者人性有善的可能 但是巡旨认为 人性是比较趋向于恶的 这也是在中国传统当中 并不是主流的思想 但是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巡旨出了很多人 在历史上很有名 但是从人口数的角度来讲 不多 根据我手头的 这个资料 无论是在1987年的人口统计 还是在2006年的人口统计当中 巡旋都没有能够排进前500位 我是一个高中生 我对百家姓有很大的兴趣 其中杨姓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姓氏 通过我的了解 我知道杨姓是在百家姓中 名列第202位的一个姓氏 它在中国不算一个常见的姓氏 但是它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关于这个杨姓 大家肯定第一时间 会像是那个杨字了 就是沐浴 杨家将 杨开会 山西是杨姓的花园之地 我们口中常常提到的禁词 就是他们的嘴妙 我对我所了解到的杨姓的知识 有一些疑惑 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对的 然后想请专家老师呢 给我验证一下 这个杨姓啊 来源非常复杂 我们去分析它的来源 或者我们观察它的来源 我们就大致可以知道 这个姓氏是怎么形成的 原流易源于机性 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府 齐银它的后代的封地 因为齐银的后代封的地方叫杨舌义 也就是今天 山西省 弘铜县 范村那一带 那么它的子孙 后来就叫杨舌氏 杨的舌头 是有个负姓的 慢慢慢慢的就简化成了杨氏 所以这是第一个来源 第二个来源源于官位 西州时期有一个官位叫杨仁 杨仁是干嘛的 专门管马和杨 那么其中管杨的这个官就叫杨仁 杨仁的后代 很多以祖先的官 作为自己的姓氏 称为杨氏 第三个源流 源于吉姓 也就是女字边旁 一个吉祥的吉 那么这个应该是皇帝的后裔 这一支为什么从吉姓 后来有了吉姓杨氏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这一支的杨氏 世代相传 一直居住在泰山这一带 它分成两支 一支在山东 泰山 一支在西安那一带 形成了泰山杨氏 和金兆杨氏 两支望族 它是从吉姓发展来的 这是一支 那么第四个源流 源于吉姓 是春秋时期 鲁国有一个大夫 叫公孙杨儒之后 那么他就用了自己 先辈姓名当中的一个字 阳作为自己的姓氏 第五个源流 特别是在今天甘肃省境内 有一支阳氏 它是古老的 羌族的后路 因为大家看 这个羌字 怎么写 大家写一写就知道了 那么在古人当中 有这种说法 说羌你看 就是上面一个羊 下面一个人 因为羌族在过去是放牧的 对吧 或者说是以羊为图腾的某个部落 羌族的 后来就以羊作为自己的姓氏 那这一支呢 现在有羌族的 但是也有汉族的 而主要是汉族的 但它的真正的来源 其实羌族 第六个源流 东汉时期 在林岭 也就是今天 湖南 永州那一带 生活着一个 当时的这样一个民族部落 是古代 怀疑这个民族的一个分支 当时被称作 林岭蛮人 这一支 里边 有一批是以牧羊为生活来源的 就它主要是放羊的 那么后来就用羊作为它的姓氏 这一支为什么我要单独列出来跟大家讲 因为它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这一支的羊氏 后来 就是今天发展成为 今天 瑶族的 主要的先民 换句话说 林岭蛮人当中的 阳性 实际上 是今天 瑶族的 很主要的先民 所以它很重要 那么第七个源流 源于改姓 那么在历史上 比如很有意思 北宋的时候 有一个民族 也是名门望族了 叫三淮堂王室 也就是它这个堂号叫三淮 三棵槐树 三淮堂王室 不知道为什么 改姓了阳氏 这历史上没有留下改姓的原因 这一支 后来定居在 平江 也就是今天 湖南的平江县 定居在当时这个地方 叫王家坊 大家看 这是姓王的人住的地方 但是今天到那里去看 那里很多人姓杨 至于为什么改 我们不知道 第八个源流 源于女争族 那么女争族 今天已经融合到别的民族当中了 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姓杨的 第九个源流 那么像今天的藏族 满族 白族 夷族 歹族 东乡族 蒙古族 等等等等 很多兄弟民族当中 都有 以羊 作为自己汉性 都有 所以他在兄弟民族当中 可能是因为 跟古代的图腾崇拜 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图腾崇拜 在很多情况下 是崇拜一种动物 那么可能崇拜羊的比较多 总之 阳性来源复杂 然而他的迁徙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我们到现在不太了解 但是 要去了解阳性的姓氏文化 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是他的唐号 非常有特色 其中 就可以领略到 阳性 迁徙分布的很多信息 阳市的主要郡王 有这样三个地方 一个叫和尚 一个叫泰山 一个叫经兆 所谓和尚 那么在传统当中 是指黄河流域的 山西地区 可见 在阳性的发源地早期 主要是这三个地方 山西 陕西 山东 主要是这三个地方 在阳性众多的唐号当中 现在还在用的 比较多的 有这样几个唐号 他唐号特别多 县山唐 松霞唐 宜直唐 宗奈唐 追远唐 那么为什么 有这些唐号呢 比如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县山唐 襄阳 县山唐 是阳户 遗爱之地 阳户是在历史上 很有名的一个人物 那么因为 他正守襄阳 阳户在襄阳当官 非常得名心 那么去世以后 老百姓就在县山 就立碑 建祠堂 纪念堂 所以就叫县山唐 说自己这一支阳士 是阳户的后代 比如还有一个唐号 叫 中壁堂 这名字一听就很有意思 中壁堂 播种的种 播种的种 壁 一听就是美玉嘛 非常珍贵的玉器嘛 也用作堂号 这个呢 就有一个在阳性家族当中啊 口口相传的这样一件事情 说汉代的时候 有一个人姓杨 当然姓杨啦 叫伯庸 杨伯庸 这个人乐善好事 施舍茶汤 三年 就他一直在路边 这个施舍茶汤 让路人啊 能够喝点热汤 接着赶路 连续做了三年 也不求回报 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人 喝了他的茶汤以后 茶汤实际上就是热汤了 热水了 就在那施舍热开水 这个人就从怀里啊 掏出一把石子 这种一看爷爷就很一般的石子 就交给这个杨伯庸 交给他说 说你啊 把这些石子啊 种到地里去 那杨伯庸想 有听说种麦子的啊 有听说种别的 怎么有种石子的 那么那个人说呢 你别管 说你把它种下去以后 你就会收到每运 就你会收获每运 并且呢 你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 那么杨伯一听 也没这么想 就把这个人给他的这一把石子 就埋在了土里 果然长出了一大盆每运 邻居 徐氏 这邻居有个姓徐人家 有一个姑娘 非常的漂亮 长得非常美丽 但是呢 他要的聘礼很重 什么聘礼啊 一双白币 我们知道这在过去是非常重的聘礼啊 要一对 两个币 所以没人找得到这白币 也没人出得起这么聘礼 所以这个徐氏 就是徐大姑娘呢 就一直呆自贵中 杨公知道以后 因为他邻居嘛 那么好的一个姑娘 就想把他取回来 但是他也没白币啊 他就跑到那个种狱的地方 买这把石子的地方 就又去挖掘 一挖 挖到五双白币 也就是十 有挖到了十个白币 五双嘛 那么就把这个姑娘呢 这个徐家这个闺女啊 就娶回来 娶回来以后啊 果然非常有福气 连生十个儿子 五双白币 正好十个币 还每一块币 象征着一个儿子 这十个儿子 既有俊才 还不是一般的 都成才 杨公后来 就是这个杨伯雍啊 居然也当了大官 所以仲碧 就成为一个美坛 成为杨式的美坛 主要的精神是 好心有好报 行善积德 这个行善之家 必有余庆 那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 一个象征性的故事 杨性的人口 也不多 因为我查了好多史料 都没有在前五百位当中啊 发现杨性的排名 百家姓第三步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2016年嘉姓的第四步 又要接着 和大家见面